九月十一號凌晨卸下新竹市文化局長身份 錢康明不忍了 臉書接連爆料案指高鴻安 男友肝症 隔天再發文 直指李中庭以錄音黨威脅 拋出和有人A的對話 錢康明提醒保護好自己留後路 但有人回應老師這件事情 沒那麼簡單 錢康明回覆正好證明 Jack又在外面喬事情 要拖我朋友下水當電背 我不開心 三連新聞獨家掌握 就怕紙包不住火 九月十一號 錢康明發文後 李中庭緊急找來錢康明A朋友 在新竹商量對策 A朋友隨後告訴B朋友 李中庭沃友和AB兩人的對話錄音 當天晚上B朋友緊急找上錢康明 希望能夠高台貴手 並和李中庭見面 而兩人的身份是還沒得標的廠商 和李中庭談事情的內容 是先把原則講在前面 法令與無誤的行為舉止 要呼籲檢調單位趕快揭露 錢康明氣氛協下 一人做事一人當可以嗎 曾經和J談過事情的各位 J真的有錄音 昨晚被J錄音的朋友請我收手 不然他就公開 讓我朋友吃不完兜著走 認錯道歉 從來不是他們的選項 送胡蘿蔔不成後 要開始揮棒子了嗎 竟然用我的朋友威脅我 如果沒有這個能力 就不要想要介入市府的運作 更遑論想要違法去 關說任何的標案 他用錄音的方式 以後大家就一起變成共犯結構 新竹市長明明是高鴻安 但種種爆料 凸顯李中庭甘政嫌疑 不只是最壞事犯 還可能出法